我跟她在一起两年了 我没有一点不良的爱好 就是一心一意地喜欢她 但她一点也不懂我 她现在的内心越来越不阳光 总跟一个小渊妇一样 而且总爱没事找事 她比那些小女生的心眼都小 我们俩肯定各自都有问题 我就是太宠她了 所以她可以开始不在乎我的感受 我发一点小脾气 她就开始跟我鸡蛋里挑骨头 我也努力维护过这段感情 但我真的跟她合不赖了 她永远都不觉得自己做得不对 我不想每天的时间 都用在跟她吵架上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张 22岁来自河北销售 女嘉宾小李 22岁来自河北个体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心眼儿小是吧 对 惯坏了对吧 是 过去是同学是吧 对 是同班吗 不是同班 怎么从这个同学变成了恋人的呀 是这样的组织 她跟她男朋友闹分手 然后我就开始追求她 因为长得也挺漂亮的 然后也是我理想型的女友 然后追她的时候挺用心的吧 然后跟她表白她就统一了 我俩就好了 但她那时候跟男朋友分手没分手 分了 分了以后追着她 你早就惦记这姑娘了 是吧 无奈旁边有个男朋友 后来她们吹了 你就程序二入了 是这意思吧 是 是这意思 这个怎么就任性了 怎么就比女人还小心眼了 今天不是想说这个的吗 我听还要分手是吧 对 因为她这个人真的 就是真的像一个怨妇似的 我真是 真是受不了她天天的 你说说 我们听听怎么个怨法 都是前段时间嘛 我俩分手最严重的时候 前段时间开始闹分手了是吧 对 我俩闹分手 然后最严重的时候 都是我跟她分都分不了 都连我哥都帮我说话 然后我哥也单独找 找过她 然后单独找她 那次呢 两个人可能都是 强强起来了 因为我哥的话 心得比较紧 然后她的话 肯定也说了 把我听的话 然后俩人都强强起来了 我哥怨了他两下 这一怨 可不容了 回来之后 就是推什么 对 都是可能 他推了他两下 然后回来之后 跟我说来了 说那个 哎呀你哥打了我一顿呢 那个 我这难受 那难受 跟我说知个主持人 完了他还跟我说说 那你得赶紧那个 带我上医院呢 我这不幸了呀 我忒难受啊 我说你要去 你自己去 那我自己去也行 那你让你哥给我钱 给我钱 我都自己去 他说主持人 他还哪有一个 男人这样说话的呀 我真是说啊 当然你哥动了人家了 人家难受 是应该你哥出医道费啊 去医院了吗 没去 不是难受吗 干嘛不去啊 其实当时也就是 为了吓唬吓唬他们 哦 你觉得是吓唬 女生觉得是无赖 对 这是已经准备分手 闹得这么大了 对 可以啊你 这样的光辉事迹 还有很多吧应该 对 而且我们两个爷 已经都是 当面粉过手了 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 两周年的时候嘛 然后他送了我礼物 我没有送他礼物 都这么一丁丁点的小事 他都计较上来 都说了 你不爱我了 你那个连两周年礼物 都不送给我 我觉得没有啥 这并不代表 都是我不爱你了呀 然后呢 都是他当天 完了还发朋友圈了 说我俩分手了 你发的 是发了 分手了 没有 那你干嘛发呀 我就是也是威胁他一下嘛 因为他心里 根本就没有我 他不爱我 主任你说啊 两周年 他连礼物都不够买 哪怕送一双袜子的 他一周年的时候 还送我礼物呢 如果你认为他不爱你 分手不就是一个 很正常的逻辑了吗 不能他的分手 这就赖上了是吧